欢迎大家收听A1出击 我是冯恪恩 还有两天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足两年的日子 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 法国获制广播电台一篇分析 虽然说2014年俄罗斯吞併克里米亚 被视为是俄乌战争的起始点 不过两年前 发动的战争显然是二战之后 首次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大规模入侵 爆发以来就主导着国际舆论的关注点 也成为了国际地缘政治角力的焦点 分析说 普京两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 决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希望以闪电的方式战胜乌克兰 不过显然他的计算是错误 也令到他的野心破灭 但两年之后的今天 似乎这个天平已经转向了对他有利的方向 俄罗斯虽然受到西方国家谴责和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受到国际法庭战争罪的通缺 但在战争爆发之后 他与中国、伊朗、朝鲜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提供外交空间 与国际舞台上援助给普京 成为了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平台 分析认为 俄罗斯正在接受可以打长期战 与利用乌克兰人体力消耗 与乌克兰盟友的疲倦 成为了俄罗斯的机会 分析也提到 乌克兰换将领期待着决定性的2024年 因为对乌克兰来说 局势依然是困难 被入侵近两年 西方国家虽然大力帮助 但反攻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 两年以来 从未除低战袍 在全世界奔走的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决定更换将领 扎连斯基说 乌克兰的任务是令到2024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 为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管理军队和应付前线的战斗 但最近 乌克兰被逼放弃了前线重镇阿夫迪夫卡 俄罗斯还说 是胜利 说奪得了乌克兰的一个强大防御点 乌克兰面对着另外的一个困难是兵力 对乌克兰来说 需要补充新的兵力 但已经缺乏新人 涌向前线 因为战争一开始 就志愿参战的人 大部分已经死亡 负伤 又或者留在前线 等待着新兵来接替 分析引述法国一名政治学的教授指出 对乌克兰来说 毫无疑问 士兵都已经很疲倦 士兵的家属也在抗议 希望前线的人 可以被新人接替 回家休息 另外乌克兰人一开始就知道 和俄罗斯相比之下 力量是不平衡 现在也是 因此战线停滞不前 当然是令人失望 但是并不是一场灾难 就着目前来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两年 扎连斯基赏任也有五年 这次换税 也是扎连斯基想注入新的活力 这名学者说 他相信扎连斯基知道 乌克兰人也知道 战争打得越久 俄罗斯就越能从战局调整之中获益 因此确实是需要行动 包括改变战线 分析也引述另一名历史学家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关乎到未来 而大家都不知道 在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者抵制下 美国的新援助计划 会不会被接纳呢 如果不通过的话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但无论是如何 这位历史学家说 他并不认为 乌克兰在任何方面被打败了 他说乌克兰人感到疲倦 前线的士兵平均年龄是43岁 组织动员过程也遇到问题 这些是事实 但他相信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团结 基本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分析说 乌克兰难以凭一己之力 可以应付到俄罗斯 而俄罗斯也不见有迹象显示 会很快打输这场仗 因为乌克兰在2023年的反攻失败 俄罗斯在经济上的适应能力 再加上西方国家制裁失败 都可以见到俄罗斯不会这么快输 文中还提到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 这场战争也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 文中引述法国智库 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说 这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已经产生了全球性后果 也可能会带给欧盟一场深刻的危机 文中最后提到 乌克兰需要盟国的支援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迟迟都不通过 对乌克兰援助的消息 对于前线的战况是巨大的打击 前景是怎样 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2024年 11月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演变 至于另外一篇来自外交政策的分析就说 这场战争何时和如何结束呢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已经非常明确地说 他们只会接受乌克兰投降的谈判结果 不过乌克兰人也同样明确表示 他们会继续拒绝被纳入莫斯科帝国 两年过去 欧洲的和平仍然遥遥无期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三年 目前的僵局似乎还会继续下去 双方都并没有输赢 而战争不单只是关乎兵力 也关乎武器 俄罗斯正在从伊朗购买无人机 也从北韩买越来越多的弹药和飞弹 乌克兰就依赖 欧洲和美国的武器供应和财政支援 欧盟最近就批出了540亿元的财政援助 令到乌克兰国家能够继续运作 北约成员国也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武器 但美国就仍然是关键了 美国是最重要的先进武器供应国家 但美国国内的政治 就可能会危及到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对抗的能力 如果国会不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0亿元的援助 而美国政府又不加快先进武器供应 乌克兰在2024年的反击 俄罗斯的能力就会更暗淡 从国际地缘政治层面 看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 是乌克兰的华人又怎么看打仗的情况呢? 很想知道当地的华人生活是怎样 所以打出电话去乌克兰很多间中餐馆 想了解一下当地华人的生活 谁知道差不多全部都没有华人在中餐馆工作 最后今天下午打到乌克兰首都基库 一间中餐馆接电话的职员说 他见到有华人的食客 所以就把电话交给来这间中餐馆 慶祝生日的华裔留学生李小姐 李小姐说他们的生活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我们是学生 不是在外面工作 即是你刚好今天在这里 是 你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今天生日 所以在这里吃饭 原来你今天生日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 希望 世界和平 真的吗? 你是不是说需要世界和平? 是的 你这两年是不是都没有走过 一直都在乌克兰这里? 没有 我来这里半年 你来了这里半年 为什么你在他打仗的时候才来这里? 因为我在这里学习 眼睛翻 你在这里学习些什么? 音乐 因为这个音乐很好 但是为什么你会选他打仗的时候才来? 你不害怕吗? 我不是很害怕 其实我们战争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学习 即是你打仗之前已经在这里? 是的 只不过是你中间离开了 接着你近这半年又再回来? 是的 其实还好 不要太担心 那你学校是不是照开的? 照开的 我吃的就只有我 其他都在国内 那你现在上学呢? 有多少个同学一起跟你上学 还是学校都没有什么人了? 只有你们几个? 有的 有的 有六个左右 我的专业六个 我是唱歌的 那你回来这里读书 你家人有没有很担心你? 有的 其实没什么的 即是在战争的地方 每个都说没什么事 那你们是怎样的呢? 睡觉 生活 吃东西 买东西 是怎样的呢? 都是很正常的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现在打仗 譬如你走出街 会不会有些飞弹 或者响警报 基本上都没有 还有我打了很多电话 去那些中餐馆 原来那些中餐馆 没有中国人做事 你见到是不是这样? 是 多数都是当地人做中餐馆? 大多数都是这样 好啊 多谢你李小姐 好好多谢你 好 幸好 mine 1 1 2